如果要聊中国话 有两个人是绕不过去的 一个是王维 另外一个就是苏东坡了 对 你没有听错 如果你要认为这两位老前辈呢 只是文学家 那就片面了 王维咱们前面聊过他的元安卧血图 知道他是文人化的祖师爷 今天就来聊聊全民偶将苏哥哥和他的枯木怪师图 简称木师图 要说这幅画呢 会涉及到庄子的奇悟论和天下第三行书苏氏的韩世帖 所以呢 本期的视频就不能降位到幼儿园级别了 可能会影响播放量 不过谁让苏氏是咱的偶像呢 为了自己的喜好 就霸王硬伤功的尬聊一起吧 我觉得大家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来看韩世帖 多半原因是很多字不认的 今天话小二就带您来读一读 韩世帖是苏氏反对王恩师变法 被贬到黄州的第三年写的 因为没有黄历啊 苏东坡也是稀里糊涂的过热子 知道自己错过了韩世节后呢 有感而发了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诗呢 就是感叹天感叹地 感叹生活没规律 咱们就不细说了 主要来看看第二首 开头是这么写的 春江欲入户 雨势来不已 小屋入渔州 蒙蒙水云里 描写的是他住的东坡地头的小坡房子呢 由于雨势下得比较猛 自己的小屋呢 就像一个小船飘在水上 下面是空袍煮韩菜 破灶烧尸味 哪知是寒食但见乌闲纸 意思说 阴雨天自己猫在家里 用湿漉漉的芦苇烧火做点饭吃吃 突然呢就看见乌鸦闲着纸飞过了 才知道呢 这寒食节已经过了 那这寒食节和乌鸦闲纸又有啥关系呢 这是因为呢 寒食节是在清明节之前 清明节人们上坟祭祖烧纸 乌鸦呢就闲着没有烧完的火纸去大窝了 这才意识到 这寒食节和清明节都过了 最后是 君门深九重 坟墓在万里 野泥枯秃穷 死灰吹不起 意思是 想想自己啊 曝国雾门又身在异乡 想祭祖都费劲 可谓是不忠不孝 也想学习一下竹林祁贤的软集 做图穷之枯 奈何四季呢 已经是深入稿木 心入死灰 到最后 这首诗的核心词出现了 那就是死灰 一个词表达了当时苏东坡在官场上是 郁郁而不得志 生活穷困潦倒 身心俱疲的心境 其中这个死灰 出自于庄子的奇物论中的 行固可食如稿木 而行固可食如死灰乎 这是书中学生 严成子和老师南国子七的对话 严成子说 老师 您的身体干枯得如木头 精神和思想 难道也像死灰一样吗 由此引发了庄子对奇物奇论的阐述 可以说庄子对苏氏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苏东坡传下来的有410首词 明确引用庄子典故的有32首 在他被一扁再扁的试图中 庄子的奇万物一死生的思想 是苏氏达到了轻视有限时空 超然屋外的境界 即使被扁到海南岛 他还能写出 久死难慌 我不恨 自由其绝 灌平生 这样豪迈的诗句 咱们回头再来看看这幅画 画面上是 枯树一枝 怪师一个 极为的简单 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我立马想起了 搞木死灰这个成语 也不用的想到了 韩氏帖中苏氏当时 悲彻无助的心境 那这幅画 是不是也是描绘的 万念俱灰的心情呢 当然不是了 如果是 那就不是庄子奇无论的本意 和被万人崇拜的苏东坡了 画面中虽然是枯树干一枝 但树的下半身呢 是球蛆刚进有力 就像挣扎而生的身躯 有气冲云天之时 上面的树枝呢 展开深向天空 妙的是 树叉上还有一片顽强的叶子 证明啊 这不是一棵死树 生活在北方的小伙伴们 对这种场景呢 并不陌生 冬季淋漓的寒风中 总有一片顽强的叶子 挂在树梢 迎风飞舞 树的下面呢 是用胶末卷云村 勾勒出来的一个怪石 盘踞在树根之上 被风雨砍着的条条纹路 印证着这个怪石的沧桑历史 但仍然是坚军硬实 这不由的让你想起 奇物论中的描写 地赖则重窍事业 人赖则笔竹事业 敢问天赖 天赖万不同 而是其自己也 这幅画虽然简单 寥寥的几笔 但表达了苏氏 落寞和不甘落寞的心情 就像我心向明月 纵然明月照勾去 就像那个稿木 在色风中依然茁壮毅力 其实宋代四大尔书法家之一 黄青坚 看完这幅画写的是更到位 他写的是 胸中原子有秋鹤 故作老墨盘风霜 另外这幅画珍贵的地方 还有米符的提拔 宋斯家苏黄米菜中 苏米的墨宝真迹 同在一张纸上 这种苏米合璧的作品 很难找到第二件了 苏氏是生活在 中国书画黄金时期的北宋 当时的绘画追求的是 精致和严谨 非常讲究绘画的技法 类似前面视频 咱们说过的双喜图 早春图 西山行旅图 都是这种风格 苏氏将它们统称为工匠画 认为只是技术上的成熟 并没有加入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于是苏氏提出了士大夫画 他认为工匠画是服务于皇家的 取悦于领导 士大夫画则是陶爷自己的情操 是自己真实感受的表达 核心思想就是 画画亦形似 建于儿童林 他提出这套理论的基础 来自唐代的王维 比如苏氏在看到王维的山水画时说 维摩阶之师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王维的画呢 虽然没有传世的 但是我们读到他的大漠 屋颜值长河落日原石 是不是就有强烈的画面感呢 在苏氏的推动下 士大夫文人画慢慢的兴起了 发展到元代就全面的超越了院体画 就是他说的这个工匠画 成为了中国画发展的主流 直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以庄子的思想和士大夫文人画 再来细细品味这幅画 是不是就不同的感觉了呢 这幅画呢 从宋代一直流传到1937年 到了书画商白坚夫的手中 然后呢就被卖到了日本 直到2018年 收藏这幅画的日本家族愿意公开拍卖 以4.6亿港币 被一个神秘的中国人收入囊中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韩式帖中 有两处的字呢 旁边有四个小点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是画小二 点赞关注 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